大家好 我是善桂 今天做一个很简单的薯仔沙律 这个沙律是我读中学的时候 上加正堂学的 刨完皮就把薯仔切粒 切到大约1cm x 1cm 水滚了下少许盐 然后下薯仔煮一下 开盖果 搓点盖果去西方 过滤糖水 然后切青瓜 以前上加正堂 逢亲有青瓜的菜菜 老师也是说要这样 切了出来的青瓜 定磨一下青瓜两边 这样就说可以去青瓜 有点苦味的 但现在好像很少人做这个步骤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原理 但是以前老师是这样教我 就照样是这样做 那些蜂洗一洗水 把饼洗干净 就把它切成粒粒 如果它的是乱就不用去核 如果觉得饼很老就去核 放在盒子里 鸡蛋已经煮熟了 将鸡蛋切开 放入青瓜 薯仔煮熟了 也是这样将它们晾一下 薯仔放冰之后 倒入冰箱 放入冰箱 冷冰大概两个小时 很兴奋 到最后一个步骤 因为可以吃回我读书时候的美食 我读书的时间 是没有现在这么多不同种类的食材 所以有得做这个沙律食 已经是觉得很开心的了 将沙律酱和所有材料搅拌均匀 吃东西啦 吃东西啦 各位还可以加点苹果 或者其他的生果 希望你喜欢这个简单又滑 又好吃的薯仔沙律 我继续吃东西啦 祝各位Happy每一日 下次再见 拜拜